妳有叫人家找陌生人 幫妳停嗎 我有 因為有一次在小巷子 然後要倒車 進去一個車位 然後我一倒 就是幾乎是跟旁邊那台車 是直線 然後怎麼倒 就是在這邊 然後旁邊的車就一直扒我 然後最後我就下車 我說大哥 不好意思 我停不進去 妳可不可以幫我 因為那已經前後都不是這樣 然後對方都會說好 因為漂亮 有嗎 不是 因為他如果不幫妳停好 他也說搞錯了啦 我覺得范小軒的衣服上 讓我印象非常深 對 他很有心 很厲害耶 妳沒有... 妳跟他姐妹這麼多年 沒有好奇過 我很喜歡他的風格 可是妳沒有知道他那樣穿過 就是我試過 可是因為我的身材 很不適合太潮的衣服 因為我胸部太大了 會撐不起來那種衣服 我覺得妳胸部還好耶 因為薇如他如果說 譬如說那個褲子的長 就是因為他的個子比較適合 那S是腿很長嗎 他腿也很長啊 我比例非常好耶 我可以... 妳建議我請妳跟韋如 站一下嗎 沒問題啊 會不會對他不好意思 如果妳不會的話 應該沒關係 因為我以為妳們兩個身材 比例很像 沒有 我身高是比他... 而且妳好細 妳不要過來 妳不要過來 妳進完過來... 妳進完過來 妳可以停一下腿的長度嗎 妳看好細喔 我的胸 天啊 小孩子 真的不一樣耶 所以我不敢穿 真的 真的不好意思喔 好細喔 而且伸過小孩還重要 因為林志玲到我這兒啊 妳的髮型有撒金蔥粉嗎 為什麼感覺有撒金蔥粉 沒有 有那樣的髮膠 而且妳們跟我 妳看我問話的知識 有多沒水準 老實還講 他會這樣激動嗎 他會這樣嗎 他會這樣子耶 我不懂 今天是在整理妳的過去耶 就是... 妳當時怎麼搞 妳當時上台前 照鏡子都不覺得害怕嗎 當時覺得自己還滿漂亮的耶 那個髮型是什麼意思 彈起來 怎麼會那時候 看他還是漂亮啊 我跟你講 因為我的臉真的很不適合上電視 臉很小啊 因為妳知道 我每次回去看康熙的播出 我都覺得自己好醜喔 可是我上了鏡頭之後 全部都是腫起來的 不行 妳再看 妳看我那個 可是妳看我... 妳看我本人 對啊 為什麼啊 對啊 妳看我這邊都腫的啊 我們電視對妳不友善耶 因為我每次錄影的時候 我都會用余光看到那邊的電視 想說今天怎麼那麼醜 可是進化妝間照鏡子 想說 妳是小數短髮女明星耶 是不是 對 真的 沒有 可是我現在真的知道 觀眾不會知道我漂亮 因為我在螢幕上的臉是熟的 可是妳的廣告都很漂亮 對 因為廣告拍得很細節 我不適合當主持人 好 也不用 這是什麼 握力嗎 對 他說因為我力氣很小 罐子人都打不開 所以那個是可以不同的圈圈 給卡在不同的瓶子上面 你就很容易一扭就扭開了 沒有 它下面有小洞洞 是可以開碰拳水瓶的耶 尺寸都有啊 可是誰會連碰拳水瓶 都是說要碰拳水瓶 碰拳水瓶 我怎麼開不開瓶子耶 真的嗎 好紅喔 這有關係 這也有關係 這也有關係 最近有一個稱號在演藝圈 可能已經泛爛到大家要吐了 就是宅男女神 是在講妳耶 妳不是宅男女神嗎 宅男不是喜歡我的耶 我是同志女神 妳現在已經有一些位子 願意讓出來 不願意啊 因為同志圈是把我奉為女神 可是宅男圈好像真的沒有 所以妳有在不高興嗎 其實在電視上的話 我們會有放大的效果 所以他們那時候會覺得說 飲品或者是巧克力很胖 要減肥 然後可以看到我們本人的時候 就說其實你們沒有那麼胖 就是還滿瘦的 很多廣告就是靠著把其他模特兒 全部都逼到沒有 沒有 不是 你這個網友要嘲笑 好像無話可說啊 廠商從來沒有看過 看完戲以後的那個啊 從來沒有 上次連妳那個 妳以前的那個樣子播出來 他們也沒有打電話來 真的啊 我們就說不要哭了... 你們就是感謝老天爺 眼睛呢 是很多藝人 讓觀眾能夠記得 跟辯認的一個方法 那我們今天要測試一下就是 觀眾對這些他們已經很熟悉的 明星的眼睛 是不是真的能夠光憑著 看到眼睛的部位 就能夠認出來是誰 妳覺得妳的眼睛 人家看得知道妳是小孩子嗎 還好耶 我眼睛不是說很有特色 對 很難講耶 美是每個 不是那麼有特色的眼睛 也沒有特別大或特別小 是 妳為什麼有為難的表情 沒有啊 妳講妳自己沒有 我就很高興 希弟 妳目測鄭秀文 體重目測出來嗎 我覺得不會超過45公斤 當然不只45公斤 有嗎 有... 因為我覺得妳看起來比我瘦耶 我已經算是很瘦的女明星了 妳講自己的時候都講得很難 請多指教有犯到妳的計嗎 請多指教就是那種 跟我之間明明已經沒話聊 然後他硬要寫一個東西 所以如果他寫說 如果妳是我最崇拜的女生 這樣 如果妳美到爆 美到爆我覺得非常好耶 很動人 性感的要死 可以 這眾所皆知的事啊 聽說妳今天來 妳媽很緊張啊 對 她很緊張 她說小意思耶 妳恐怕招架不住吧 我說... 我現在聽不出來 她有說 我好歹做個16年的新聞工作這樣 我不會 我的問題都非常膚淺啊 好 媽聽到了喔 妳要不要跟包媽媽打個粥 她聽得很興奮 誰還 包媽媽 妳好 我是現在一線女主持人小老師 誰修理眼神啊 我們以前也有被 拿來跟別的明星比 然後羞辱我們耶 因為那時候我們要出唱片的時候 那製作人就 說如果論長相 你們也比不上周慧明 然後論歌聲 你們也比不上誰誰誰 然後我想說 論歌聲比不上誰誰 妳想不出例子來嗎 沒有 我當時想說 我都問好 因為我明明比周慧明漂亮啊 我還想說 崔嶺妳是講錯了還是怎麼樣 就想說這奇怪 是聽不太懂她的意思 她接下來今天要催眠大家 忘記無性的年齡人 然後純粹從外表 來判斷這個人幾歲 所以我們現在一起來 忘掉許希莉的年齡 忘掉... 忘掉我做過什麼事 純粹看我現在這個樣子 一切都是妳換場出來的嗎 沒有 跟你們拋開捏包服 因為很多人會覺得 她當了媽媽 那她年紀一定不小 OK 所以如果純粹從外表判斷的話 我想大概就是... 19是不是 17 17 多少 20 18 15 這邊15 Over掉了啦 妳真的 妳如果去國外的夜店 當然就是被人家認為 就是還沒有成年吧 好累喔 每次去國外的夜店 就是一直要拿我的證件出來 我就覺得 Come on 我只想來喝杯酒而已 劉珍 妳要換上這雙試試看嗎 是想... 妳不會想穿沐西的那雙迎頭的吧 那一雙我可以穿穿看 怎麼樣 我穿這雙 妳穿好好看喔 妳媽 我怎麼會這麼有質感啊 好有氣勢 怎麼會這麼有質感 我怎麼人 而且秋冬酒紅色最好看 但是劉珍沒有的耶 前幾天我女兒提表會 然後我就要去參加嘛 然後我女兒就說 媽媽 明天妳要穿什麼 我說妳覺得呢 她說妳告訴我妳要穿什麼 我說就穿個迷你裙啊之類的 然後她說 不用了 拜託 我說那妳覺得呢 她說不要啦 妳不要穿迷你裙 妳可不可以穿個長褲 我說那就比基尼囉 她整個嚇死了 所以妳是很喜歡露腿 對 因為我覺得我腿不長 所以我很喜歡把腿 就像她剛剛說的 剛剛蝴蝶說的 就是短褲不能... 我有穿短褲 可是不能看到短褲 可是希姿 妳有時候穿長褲 看起來腿也很長啊 妳沒有看錯 那是真的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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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